但原來五鬼的沙發其實沒有問題 我們叫做睡覺沙發 原來常常五鬼做沙發 你打算坐一坐 然後出街 坐一坐 將沙發就黏住不願意動了 就會無端端就越坐越累 無精打采 慢慢就會看看電視睡覺 是啊 師傅你說得對 所以如果你平時失眠的 就恭喜你了 這個睡覺沙發 但如果你平時沒有失眠 又想真的沙發看電視的 有可能的話 就可以跟電視丟轉它 但這個問題不大 就算你調不到我 我都要化解的 那你中間 你都計過了 變中下搖就叫天衣 所以大仔房天衣 就是財位沒問題 主人房桃花位沒問題 衰位沙發沒問題 那我和你放一個基本布局 就已經可以了 首先鞋櫃旁邊 放一個水種植物吹財 接著最衰位 就在這個沙發 沙發如果搬不到 就沙發旁邊 你放在富貴粥的位置 放一個真的葫蘆瓜曬乾 真的葫蘆 是的 葫蘆瓜 這個葫蘆瓜曬乾 搖得響 應該廟門口 或者佛巨譜都很多 應該十多元 那些是真的 所以貴的東西不合格 便宜的東西才合格 好的 然後你那個床尾 寶寶床 電腦的位置 電腦位置旁邊 和衣櫃中間的縫位 放一個大圓石森 大圓石森是大塊 不要岩沉起角 差不多兩個手板 那麼大石頭就可以了 兩個手板大 沒錯 然後你大仔房的書桌面 可以放一個大葉的植物 就可以聚財 你放了這個基本布局 其實房間沒有問題 唯一的問題是你床頭沒有靠山 但是命的問題我就找到出來 因為王先生的命 本身它就是屬金的 屬金在夏天農曆五月 火旺的時候 最重要是水來灌溉 金來生水 誰知道原來它32至42 其實十年就行火雲 所以之前過去的十年 就算做得很辛苦也好 它都不會有什麼成就 但是原來它42之後 就行到72 30年水雲 原來它42歲開始入大雲 但是原來入大雲不是馬上好 我們叫做絕處逢生 先死而後生 容易感情變化 住屋變化 事業變化 感情變化可能結婚是變化 婚姿是變化 或者有BB 原來我們也叫做變化 那事業變化 可能事業會出現一個大混亂 轉然後又轉 因為入大雲不是馬上好 起碼混亂三年至五年 還要轉的過程 未必做回這一行的 所以以前做起物流 不用一定做回物流的 原來逢是轉大雲 它有機會轉到一些東西 是重新開始一個新的行業 它不行又有新的行業 又不行 直接成功為止 因為它04才開始入大雲 起碼混亂三年 05、06、07 最快最快 它都要07下半年 才有新的眉目 所以現在你不要理會 甚麼都做著 有新的機會可以嘗試 預它不成功的嘗試 因為它正在入大雲 其實我就不是很擔心 還有它現在正在行三十年 自己投資做生意的運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跟它合作發展 有小的生意慢慢嘗試 生意我想就不會了 不過大師傅說07年距離 還有一整年 是呀 所以07前你唯有放我這個風水佈局 看看風水幫到多少就多少盡量 但是如果我先生 如果有個機會去新加坡做事 是否適合呢 剛剛剛才才說完 說甚麼 有任何機會不妨放膽嘗試 你試轉變 逢是入大雲 轉到你不相信 你根本想不到 哪條路走得通 有路就走 不要想 那另外呢 我想問一下我兩個兒子 是 能不能讀書呢 還有有甚麼可以幫到他們的學業呢 學業運 讀書運不是很擔心 大兒子沒有大問題 不用特意找甚麼文章位 是 那如果小兒子 小兒子就走百厭讀書運 十二歲前非常百厭活躍 十二歲之後都是百厭活躍 反而小兒子要留意 我看你現在 是不是還是睡在寶寶床的小兒子 是 沒錯 我看文章位 你現在的文章位就在正北 正北 你現在文章位 簡直是在大兒子的房間的書桌 大兒子又睡正財 是啊 所以那個沒問題 如果你還不放心的話 你可以在大兒子的書桌上 放四支水中的富貴竹 短短地 一支筆短已經可以了 這樣是有利讀書的 哦 這樣 如果我寶寶床 其實我已經搬走了 是 小兒子就會回到哥哥的房間睡 沒問題 還好一點 財位 是啊 人都精神一點 再百厭一點 哦 因為睡財位身體好 它本身也是百厭 身體好加百厭 即是更加好 更加百厭 哦 另外我想問一下 我的梳化位 如果移去電視機的位置 是不是會更加好 好一點 起碼你不用整天無端端坐著睡覺 還有電視機的位置 希望會反攻 是 這樣是不好的 但如果是環抱 這樣是好 但萬一下面河的水是污水 就算是環抱也不好的 你想想一下 坑渠盯著你好嗎 即是形狀好也沒用了 如果有坑渠盯著你 你也不用等形狀 如果它外面也有凍土 但如果那個凍土 在自己的大廈外場維修 這個就複雜了 因為如果大廈外場維修 即是圍著你家裡 也有凍土,對吧 是 原來要放五行化凍土局 還要每一格窗放一個 譬如這裡有一格窗 這裡有一格窗 這裡有一格窗 如果你後面這裡也有窗 即是全屋都是五行化凍土局 師傅,我有問題 你經常說放大葉植物 究竟怎樣為之大葉植物呢 見不見這盤東西 那就算大葉了 大葉的意思不是大盤 我現在還嫌它太大了 是嗎 原來比例的框是小 葉是大,就叫做大葉植物 通常我就會用黃金角 有些人叫萬年青 這麼小的葉 然後手指尾這麼小的框 我通常都種那個 大葉我又種它 水種我又種它 因為最粗生最容易有 我最近買了一塊這麼大塊的葉 也可以,不過種種葉越來越容易 借的,只是種得不漂亮 這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六繼續 風山水起蒸毒班,再見 Goodbye, good bye, sir 好, 我們上課了 這集說到內聯頭 梳化也好, 廚房、廁所、床 全部都叫內聯頭 對正升降機, 你從大廈運氣上來 如果你舊屋旺巢旺丁 把喉舌發得快 還說廢話? 經常說的, 你要做什麼形狀的鐵汁 這個是廢話, 不過廢話我也要教你 當然少得實例學習 魔法也有靠山 沒有志氣, 你當然是住一間三百尺的屋 風聲水氣精獨班 下星期六晚十點, 娛樂台 上課後, 回到風山